欢迎大家收听我们赌博研究所 今次继续和大家来说 开罗日2024年9月8日 星期日沙田赛卖的财力士 今次我们这个系列叫做 独赢及位置过关三穿七 我和大家买过关 买回三关 今次我们买到的第一关 其实就会是这一场的第四场先 这一场第四场 是我们的四班一千米 祖地A兰的赛士 今场马上 有十二只马匹来跑 马匹数量也算不多 亦不少 不过在今场实力马 其实都算多 你会见到有些马 跑惯跑熟一千米 在一千米 都曾经是贏过的 说的是哪些马呢 就像这些小孩的不可挡 这一批不可挡 我相信大家应该都知道 它是一些跑短途赢的马 跑一千米 是经常性跑 甚至是贏过的 如果你看看就知道 这一只马 之前 二二到二三年 这个马区 跑那些沙田座 一千四班 它就赢得到 上到三班都能够跑到 入Q 它是58分赢的 66分就跑过第二 甚至是69分 它仍然能够第二 入到Q 它现在的平分就去到56分 比起之前赢马 都低了2分 甚至69分 其实它都低了13分 所以这只马 其实你轮评分是相当好 所以上季季尾 你都会见到 其实它就是说 平着57 58 都有表现 都跑近的了 基本上这些评分 就是它赢马的时候的评分 所以跑近是不意外 反而你要意外的是什么呢 意外的就是 居然一只 曾经 在沙田 草地一千米三班 平着69分能够跑到入Q 平着58分能够跑过第一的马 居然都要输 是吧 这只马居然都要输 反而是要意外 是吧 居然都输 大家看看 他当时输给哪些马 当时他就说 输给最好玩 还有多财多质 所以其实都证明得到 这些马 是说几强的 跑一千米 是吧 不过这些马 在来的一场 不会再出 那这次就不是很关系 是吧 那这些马 不是很关系 那说来做什么呢 其实就是想带出一件事 就是说 6月8日的时候 这马同样也是跑近的 跑过第四 当时呢 他平着58分又是赢不到的 有三只马就赢到他 那这一场就关系了 这一场就关系了 当时哪些马赢他呢 原来就是举报新风 举报新风 红图新风 和精英自尊 所以就是说 这些马也是值得关注的 而当中有些什么 即是说哪匹马 跟未来有关呢 原来就是举报新风 举报新风 如果大家有看我们最近的 重温片的话 叫大家留意 这些赢季 赢季 有哪些超新星的话 即是说 营光幕上的这一条片 如果大家有看的话 都会看到 在这里呢 我们叫大家留意一下 这一只举报新风 是吧 我认为这一只举报新风 就是一只超新星 是挺强的 真的挺强的 因为他在这一场马上面 他能够 赢到不少的实力马 赢到红图新星 精英自尊 不可挡 不可挡这些 一千米那么准的马 他都赢得到 所以举报新风 绝对不弱 多出 大家可以看回 当时举报新风的表现 潘顿尼女颈 排出狗档 排出狗档 大家看看 狗档 这一只 深蓝三白 没有的 红色战嘴至左 大家可以看看 这只举报新风 出门 他是不是很快 其实也不算是很快 因为一定不够 那些不可挡的快 肯定被人抢了钱 甚至说 他这一场马 只不过是留在三四位 很多马都比他快 他不是一只 子弹快马 留在三四位 跑 没什么问题 这些都是他跑法 我们都阻止不了 而你看看 这一只马 其实他不能够贴蓝跑 只能够在三四位 走着二三叠 其实这只马 是摆来摆去的 但是居影最终就是说 三百多不是一望空 那潘顿打下去 这只马是很好反应的 那潘顿打几边 就已经轻松 将对手说过了 前面那只不可挡 本来领先 最後都不够 那只举报新风跑 举报新风是收了姜 他赢回来 赢第二名的马 整个马位 初出有这样的表现 其实他很厉害 这只举报新风 是很厉害的 所以这一场 我觉得这些马 基本上 就没办法不买了 那只举报新风 没办法不买了 因为上将这些表现 真的太出色了 赢呢 还要赢过 黎人同场不少马 他除了赢那只不可挡之外 还要赢哪些 你看看 他赢了那些多彩多姿 和专家 这三匹马 都是不够举报新风跑的 所以二马律马 这只举报新风 我觉得来一场 绝对称先 再加上 就是说 这只举报新风 他最近的操练 亦都都做足了 如果你有留意的话 这只马 在头书期间 已经上了重发 来去操练 做足了操练 双 mask 也都说 双马徒 双马徒 也都说 在八月三十一号 由判断亲自 和他试货 30年草集 1000 这货集 真的跑得很轻松 很轻轻松松 一前在二三位 拉他走 就已经能够赢到一大堆失灵马 线路光滑,共享富裕,智永明四起了都不够跑 这幅集看到这一只举铺新风相当出色 赢集状态很好 所以来这一场,我觉得这些马都需要捉住,去到选择 这些超新星真的,我觉得它是前途无可限量的 这些马,还可以继续上 这次排着四档,虽然不是这么理想的档位 但我觉得对它影响也不算太大 反而见得到,阿叠坐航呢 这个赛马日,其实都是有部署 你记得到,叶坐航都放了一堆马出来 好像第一场,叶坐航都出了几只 一号是叶坐航,五号是叶坐航 九号都是叶坐航,连续出了三匹马 第二场,叶坐航也是说有马出的 他出了一只可爱新星出来和你跑 都见到叶坐航,其实就是说 有个阵在这里 他放了一阵,我觉得是说配合这一号举报新风来出击 所以这次他再出,我觉得是不能够去到忽视 不能够去到忽视 所以这一场马,我们第一只会选到马匹 其实都想选回这一号举报新风来买回 看看这一只马,能够走到几远 好了,讲完我们过关的第一关之后 就来说回我们的第二关 我们的第二关,其实这次就会买到这一场的第五场 这一场第五场,就是我们的四班千二米 造的A难的赛事 这一场马,不算太多只马,只有11只 但这一场是新构混战的 混了新马来跑的 今场也特别是说有两只新马在这里 两只新马加9只旧马跑的 那到底今场马,新马厉害还是旧马厉害呢 是吧? 那我们一起来对看 那今场,其实很明显,有些马最近就挺厉害的 如果你看有赛事 那当然就是这些五号象金大哨 这匹马,最近真的挺厉害的 那两个win,一个第三 成绩相当好 那如果你看回这只马 最近那些表现的话 你肯定是觉得它出色的 那因为好像上一场那样 7月1号,跑那些三田草 那些千二米四班赛事 它排着13档烈档呢 都能够跑得好 烈档都能够是赢到的 那你也不要说它差 那当时还要赢人家二分之一个马位 那去到6月2号的这一场 那又是赢马的 又是配着艾少礼来对它赢 那赢人家就有短马头位 那你见到它 都赢得轻松的 那因为它之前对着那些马 都叫做有实力的 那就是街运法那些 街运法这些马 叫做上季是很稳定的 那一win 那几个第二的 一个第二 两个第二 三个第二 四个第二 五个第二 五个第二的马来的 那这些马不差 那所以 那所以 之前奖金大少赢到这些马 其实真的 有回到这些实力的 那接下来 再用到艾少礼来对它骑 那跑回那些沙田草地 1200米的四班赛事 即是和上两仗它赢马一模一样的路程班 就是场地 那所以你也不要说这只马 在来一场没有机会 那这些马很明显 就是说 在来一场 仍然是有竞争力在 那仍然就是说 有得赚的马来的 那 那还要搭着四档 那这次 那是好档来跑的嘛 相信很多人都会 买到去去到的 是吧 我相信很多人 会买到去去到的 那但是这次 我们会不会是说 选到这一只马呢 原来就是说 这次呢 我没有选到这些马 那为什么不选它呢 原因就是 因为 我觉得这只马呢 其实在来一场都很大机会 做热门先的 是吧 那因为最近 两圈的马 很难不做热门 那如果这只马做热门的话 其实我觉得它 不是真的说 那么值得来到去买的 不是说 那么值得来到去买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呢 你看看这只 奖金大少最近的操练 那这只马呢 虽然就是说 上了床快来到去操的 操练都叫做积极的 但是你 看完它试的这两货集 它8月15日试了货集 更加就是说 在8月29日呢 都试了货集的 这两货集 其实它表现都一般的 你记得到 你记得到 这奖金大少 这货集 8月15日的这货集 它纯粹只不过 是说跑过第三回来的 那么 去到最近 8月29日的这货集 它呢 它呢 直头是说 如何呢 直头跑过尾湖 那一早已经是说 网空倒了 但是 到最后 就佛力回来的 到最后居然就说 佛力回来的 看不到它有一个 真是说很出色的表现 那么 所以这只马 喂 会不会就是说 新一季了 是吧 那么 上个用多了 新一季了 就 不行呢 是吧 其实我觉得 都有这样的可能性 是 那么 所以这些热门马 在这一场 我都没有说 刻意去到买它 反而就真的 飞走了这些热门马 不买 那就选了同场的 另外一些热门去搏 那么 今次会选到哪一只热门呢 那 今次会选到的热门呢 原来就是 9号的 卓越清风 今次我想选这些热门去买 那这只马真的很懒 如果你有看它最近的两场的话 你会看到它一场是40倍 另外一场呢 就108倍 是吧 过8倍 的热门 热门到这么交关 但是 为什么来这一场 我们都选它呢 如果大家有仔细看 这只卓越清风的赛职呢 都还要见到呢 其实它最近那一场呢 就输给奖金大少 是吧 奖金大少说跑第一 卓越清风呢 只不过说跑第八 这只卓越清风呢 都输了很多 对吧 但是为什么仍然都选了 卓越清风呢 我们先来看看 这只卓越清风 上将 何明年是怎么骑 先 上场呢 卓越清风呢 就排了狗档来跑的 狗档 这里呢 这只 蓝衫 蓝帽子 红色战主之左 大家可以看实 这只卓越清风 上场是怎么跑的 这只卓越清风 上场呢 就留了后来跑的 那就是留在 尾三的位置 走着尾三尾四 这样的 那这样跑呢 有没有问题呢 其实啦 关键都不是在这个位置 你只要他这样跑呢 即是说沿途走着尾三尾四 这样的位置 都好像没有什么问题 对吧 所以关键呢 不是这个位 关键呢 是去到哪里呢 大家看下去了 关键呢 就是去到转弯 入直路的时间 这只马呢 去到转弯 入直路的时间 你会见到 他发生了些事情 但是这个位置 其实呢 赫铭年 就尽量 就是说 和他慢慢找位 去到望空再冲 我相信 赫铭年都知道 这只马是有的 他才说移出去 就是说 而是这些位置 再和他找位 望空 如果他觉得没有的话 其实他在篮里面 塞一下塞一下 就玩完了 他不会这样跑的 如果他觉得没有这只马 他不会这样跑的 所以你看到他移出去 这样来跑 很明显 就是说 骑斯知道这只马有 是吧 他才一直这样做的 那 之后你再看 为什么他在最后 呢 赫铭年找了一轮位 都仍然不能够望空再冲 就是说 原来去到最后八六米的时间 他和人家有些碰撞 你记得到 刚刚才 赫铭青锋 是和人家有碰撞 撞来撞去 在这里 他打算移出去 人家又夹他进去 那 左 擺来擺去 是吧 失去平衡 这样导致了 赫铭青锋 只能够跑一个差点的名词 这样输了 所以我觉得赫铭青锋 上将这些成绩 是输得挺不抵的 是吧 是输得挺不抵的 那这些第八 是输得挺不抵的 但是你说他 未来再出再跑 有没有机会 是说 有另一个表现呢 其实我觉得 是有机会的 可以是说 搏一搏 试一试 为什么会说 这一只马 未来这一场是 有机会 可以搏一搏 可以试一试呢 原因就是 因为 这一场马 即是未来这一场马 条件是很不同的 你看到他 上两仗 即是说 上季季尾的时候 上两仗 跑第八第九 他都是排列档 12档 9档 但未来这一场呢 未来这一场不同 说法的 未来这一场 他不再排列9档12档 他排列2档 排列档来跑 其实就完全不同 说法了 之前排列档的 他就一定要迫 留住 留后来跑 是吧 但今次呢 排漂亮档的话 其实这一只马 是可以 改一改跑法的 是吧 是不需要 就是说 留到这么厚的 最近他试习 其实都试过给你看 8月26号 他其实都试过货 当时这一只马 就不是排列7档的 他就留在四五位 五六位 来跑 是吧 就跟得前一点 跟得前一点 按住回来 最终呢 就是 其实表现是不差的 如果你有看到他这份试习 即是有些东西看的 更加就是说 他在投鼠期间 特意都想重快来队操的了 那么 速速操够 才再来 香港 去到跑 即是跑来着的 这一场的 那么 今次还要换骑士 那么 不再用那些 艺道兰 荷明年了 今次直接放到田太康上去 那么 放得这些前列的骑士 田太康都狠騎他 还要打完王牌 那些牌子 那么 我觉得 这只马 有机会就是说 跑到变了样 是吧 跑到另一个样子 所以 今场马 今次 我都想拼懒 来试一试 这些马匹 这些百多倍的烂马 我觉得 可以是说拼他爆 因为同场 其实 不是真的 每一只都很棒的 不是真的 每一只都很厉害的 所以 反而 试一试 看看这些马 会不会去到变身了 所以今场马 我们会选到马匹 选回这些9号的 卓月清风 来去拼懒 好 那说完 我们过关的头两关 之后 就来到 说回我们的第三关 那我们的第三关 就会买到 这一场的第八场 这一场第八场 就是我们的四班 千四米草地 A难的赛事 这一场马 也是多马 十三只马 连对跑 好多马 而这一场多马 的场合 上面 也有些马 挺有实力的 都赢过 极速赢 这些马 第一的 江南性 人磨加性 这些马 也是第一的 有表现的 是吧 那今场马 会不会是选到他们 其实这些马 他们不是不好 不过今次 我想选到另外一只 想选择另外一只马 选到这一只 7号的共享富裕 今次特别想选到这些烂马 真的 我觉得 你买过关 就是我们买过关 选择一些烂马 就有肉吃点 买这些烂马 就不是说不行的 烂马这些马 都有实力的 但是我觉得 他们未必真的那么稳 在这些多马场合 所以宁愿就搏一只 烂马 搏到这只7号的共享富裕 这只马 最近都相当烂 28倍 17倍 何摄尧最近骑他 都17倍 非常烂 何摄尧骑他 但是为什么都选择他 原因是因为 看见到 何摄尧双骑他 这只马高的表现 是挺出色的 上张排了个八档 来跑 共享富裕 排八档 即是这一只 深蓝 深红 没有的 红色战锥之左 大家看看他怎么跑 今场马 这只马都留了后 来跑 留在尾二尾三 位置 都偏被动 跑到这么被动 其实都不是那么好 在这一场马 所以去到转弯入直路的时间 你看到他 这只共享富裕 其实没有什么位置 甚至是可以说是塞车 不能够看空 去到410位 他其实不能够看空 何摄尧 他想着在这边出 何摄尧 谁知就是被人按进去 外面有只马 是想着按他进去 所以这只马 是很难看空 那么难看空 那么迟看空 那么迟看空 那么迟法力 但居然 他这样也能够追上来 是吧 哇 尤其何摄尧 打他几边 他很小 涌到上来 这样跑过第四 所以这些第四的表现 我觉得是相当出色的 你猜是很冲的 根本就不容易冲 但都能够冲到上来 这些马出赛经验不多 对着那么强的实力马 就是上将他那组很厉害 你看看哪些马 遥遥领先 乔风 醉风云 只是输给这些马 这些马不厉害 遥遥领先 今季 什么成绩 1win 2个第二 1个第三 很厉害 之后那些乔风 乔风 乔风 2个第一 1个第二 又是成绩相当好 那 醉风云 1个第一 1个第三 实力马 这只共享富裕 都能够跟到他们回来 所以这只共享富裕 其实是相当有实力的 跑了两次而已 都已经有这样的表现了 未来再出呢 随时就真的 再好些少 是吧 因为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练 你见到他 透书期间 都不断去做粗练 密密粗的 是吧 方家帕 放王志文上去 说密密跟他这只马做粗练 8月31日更加是试买货杂的 何志愚亲自试的 当时他跑第三 成绩是相当理想的 是吧 输给举报新锋 这些马 试习是试得很好 你输给举报新锋 都没办法 是吧 人家一出就赢了 这些马 不差 很明显 所以我觉得 共享富裕这只马 都不弱 最近试习表现有理想 今次何志愚继续踢他 选择不放手 排个四档 漂亮档 随时真是 爆了 随时就 今季初出即盛都不出奇 所以 今次我就想拼担 试一试试这些抽的共享富裕 好了 讲完今场马 讲完今场马 过关买到哪三关 就来讲回我们的投注策略 今次我们会买到彩池 就是独赢及位置过关 三穿七的彩池 用这个彩池 去买回我们刚才提及到的 三匹马就可以了 今次就这样买 如果大家同路的话 什么都不妨试试 在未来这个赛马日 我希望大家一起赢钱 我祝大家 赢多点 今条片就来到这里先 今天大家记得subscribe 按钟仔 还有like comment 和share我们的video 我们下条片再见 拜拜